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飞机比较笨 飞行性能不强 即使是美国的一些航空专家 也对他提出了很多的质疑 那么尽管如此 F-35还在生产 还有很多国家等着排队来购买这款隐身战机 那么俄罗斯专家对F-35是个什么评价呢 他认为苏-57完全能够达到设计指标 包括隐身 超艺术巡航 超机动等等 而F-35很多方面做不到 他的飞行速度比较低 而且不能够实现高机动飞行 同时呢 他的隐身能力也不强 和苏-57相比 恐怕也好不拿去 甚至呢 苏-57还比较强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因为苏-57弹性之后 也是被很多人所诟病 说15-57根本就算不上是隐身战机 因为他的外形设计存在着很多缺陷 包括一些细节的地方 甚至呢 进行道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他进行道太直 从前方直接能够看到发动机的压器机 那么发动机是一个强反射体 你让正面照出来的雷达波 直接照到发动机上 那么你还能隐身吗 这个是苏-57的一个重大的设计缺线 但是这位俄罗斯专家讲呢 F-35根本就不是隐身飞机 他的隐身能力也不强 理由什么呢 他认为F-35在分泌不断 和毫米波波段根本就不隐身 有道理吗 真有道理 那么F-35是不是不隐身的战斗机呢 这位专家露了一个波段 厘米波波段 目前的战斗机和大部分的防空雷达 采用的都是厘米波波段 因为黎米波波段对雷达而言 它的探测精度比较高 探测的距离呢也比较远 衰减的比较弱 因此大部分的弹动机和这个雷达系统 地面雷达系统都采用黎米波波段 因此F-35是专门针对黎米波波段的隐身设计的 那么你说分米波波段 它隐身不隐身 确实是不太隐身 不光是F-35的其他弹动机 也是这个情况 黎米波波段的雷达反射界面最小 到了分米波波段 它的雷达反射界面就上去了 变成了个半隐身飞机 那么如果是黎米波波段 那么所有的隐身飞机可能都变成不隐身的了 那么豪米波波段呢 这位俄罗斯专家讲不隐身 也是有他道理的 但是毫米波 它的探测精度是最高的 但是衰减也最强 因为探测距离比较短 因此很少有机载雷达用这个波段 从这个原理上讲 俄罗斯的这位军事专家讲有道理 但是反过来 157也存在这个问题 你在分米波波段 米波波段 照样也是不隐身的 当然F35是不是一款好的隐身弹机呢 我个人认为也不怎么地 可能仅仅是比157稍强一点 因为从外观设计上 特别是它的机身的部分设计 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到处是古包 弹昌 这个地方呢 也是鼓鼓囊囊的 机体的下表面 也不太好 如果给世界上的 目前正服役的隐身战机排序的话 俄罗斯的457 我个人看法排到处第一 F35到处第二 要比中国的歼20和F22都差很多 因此 157要想真正满足你的要求 恐怕还要做大的改进 当然F35要想进一步缩小 雷达反财协面 也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起码 F35和同量级的中国生产的 中国研制的FC31相比 它的雷达反射监院要大很多 在雷达隐身方面而言 FC31可以说碾压 F35 当然也大大超过 苏武器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感兴趣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